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农村看世界 看见新农村 舌尖上的农村 走开啦 欢迎收听农情农事播报台 我是主播林大米 首先是一则国际农业新闻 有请编译蔡雪卿为我们播报 提起美国的农业 我们总是出现工业化 机械化 大规模惯性耕作的画面 但是美国近年来在各地纷纷出现新型农业 也开始有越来越多青年投入农业生产 打破一般人的刻板印象 有一份调查报告 就是美国的非营利组织National Young Farmers Coalition 全国青农联盟 为了研究美国青农的现况与困境 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青农调查 报告中列出青年农民面临的四大挑战 第一是土地难以取得 由于农地价格长期上涨的趋势 造成青农想要取得稳定耕作的农地非常困难 第二大的挑战则是学生贷款的债务 因为农业是高风险 需要密集资本投入的行业 而美国青年因为学贷已经负债累累 想要再取得投资农场所需要的资金是难上加难 第三个挑战是劳动力需求 不管是青农或老农 想要找到具备技术能力的农工 都是不容易的 第四个挑战是健康保险 由于美国缺乏全国性的健保制度 青农要自行承担医疗风险 无疑是更大的负担 另外 这些美国青农的身份背景 也有令人意外的结果 在受访对象中 女性农民占有六成 而且有七成五都不是农家子弟 学历方面则普遍具备高学历的背景 另外也发现大部分青农是选择友善环境的耕作方式 这份调查报告让我们对美国的新型农业有了全新的认识角度 以上新闻由宜兰水稻农蔡雪青 入农场的工作 光是去年五月份 玉盒包采收期间 就顺利找来了高雄第一科大 以及石剑和异守大学等 大概有五百人次到大树区 帮忙玉盒包的采收与包装 到了去年年底 燕巢区枣子盛产 也有很多农务工作要帮忙 包括书花书果等作业 祁山区的柠檬采收 也是透过平台顺利找到了学生协助 成效相当不错 目前已经有大约两千名学生 以及农民加入这个平台 缺供的案件 平均两小时就会有学生联系洽谈工作内容 而农民对于学生的工作能力 态度也都十分肯定 虽然是新手菜鸟 但年轻人体力好 学得快 很快就上手了 少年人很困难 没输入喝时间 而高雄市农业局开发的这一个 农务及时人力需求 媒合平台 最近也刚获得 2018年智慧城市创新应用奖 头一句 昂相越少的位就是 特地困定 以上新闻由林大米编辑播报 啊 Zither Harp 走独留村小旅行 走独农村小旅行 农村超好玩 今天带大家到高雄的大树 统领社区走一走 这里有一个村子叫做统领村 它的旧名呢是统领坑 过去先民们在这里开墾的时候 看到这里山岭非常的多 山水汇河流向了东边的高平溪 因为这地形很独特 所以有了统领坑这个名字 民国39年的时候 行政区域调整了 这个地方改为统领村 村里的居民大多是闽南族群 以务农为主 最近几年社会繁荣 工业迅速发展 人口外流越来越严重 加上村子是位于丘陵山区 农作物的收获也是很有限 也因此 现在还居住在这里的人们 生活非常淳朴 大多是信奉佛教 社区居民对于统领村的未来发展 是希望保留村子里的统坑沟 这一条生态丰富的沟渠 希望能够营造生态 艺术文化 还有农业观光产业 留给年轻人们一个好的生活空间 如果你来拜访这个淳朴的小农村 它的自然生态特色 包括可以采集水果 在这村子里会和附近的一些区域小农合作 搭配社区的专业导览员 对于水果的生长历程 有一些注意事项 大家不只可以采水果 还可以懂水果 另外还有个特色是参与采蝶 不是采蝴蝶哦 而是蝶豆花 这原产地来自喜马拉雅山 印度斯里兰卡的豆科植物 颜色非常鲜艳 看起来就像一个展翅飞翔的蝴蝶一样 所以有了蝶豆花的这个名称 蝶豆花它可以当作天然的染色剂 而且比一般植物多达十倍的花青素 对于改善近视或者夜盲症 这一类保护眼睛的效果是非常有名的 再来也可以体验统领社区的丰富水资源 在这个社区内有一条重要的溪流 就是统坑沟溪流生态 来这里旅游可以透过深度的解说课程 让参与的人更认识在地生态 进而可以增加对于生态的保护意识 另外体验活动的部分 有凤梨酥DIY的体验活动 还有建层饮料DIY 还有当然就是刚刚介绍的蝶豆花 衍生出来的创意料理 像是手工馒头 手工饼干DIY等等 当我们亲自去采了蝶豆花之后 可以运用它色泽的特性 玩出很多创意饮料哦 尤其把它加入自己喜欢的饮品 像是柠檬汁啦 汽水牛奶等 还可以变换出不同的间层还有颜色 这真的是好吃好喝又好看 今天介绍高雄大树区的这个统领村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一日游 而当然也是要先电话预约的 最好是在出发前七天预约哦 联络电话你可以找一位 徐小姐0983-956-551 0983-956-551 今天第二段节目专访的来宾 是台湾唯一一位 以香蕉种植获得了神农奖 肯定的李承蒂先生 他的大儿子李世彤 带着神农娇来到电台 一方面要报父亲的料 一方面要说说自己承接有机栽种的香蕉事业 面临哪些挑战 还有他身为今年的百大青农 也要清楚说明还欠缺哪些资源 坦白说 这或许也是大家的共同难题哦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OBEN YOUR MIND 酒爱教育电台 你等你收听的是青农市集 安艾尔 我是喝大米 今天一开店就用台宜 是因为我们当中 变成金桥小孩出现 在青农市集节目的现场 我真的做小时就让人叫金桥小孩 听说是因为我们爸爸太爱吃金桥 但是今天来的这位来宾 他不是因为爸爸太爱吃金桥 是因为他爸爸太爱吃金桥 吃到神农桥 这就很遗憾了 所以今天邀请的是 真正在吃神农桥的 这位李成帝先生的大好心 李士童李小桥 今年36块 但是这个已经吃金桥 听说已经吃可能超过36块 士童你的名字是什么叫小桥 你哪知道 这我在以前讨论的同学都这样叫 是哦 小桥的小桥的 不过身材太大桥 对 你这样听众就完全了解了 名小桥人大桥哦 我们今天事童来到节目中 我刚才说的那种介绍 你们爸爸在当年在神农桥 是因为真金桥在当 那很遗憾的对吧 是因为 为以前到现在我们爸爸算为他来一个 哦 是唯一 目前要求是唯一 对 是 哇 不简单 这样我还记得 爸爸在当年神农桥 那一年是民国九十二年 对 你有印象那一年 在当年神农桥的时候 家里面 整个气氛 那是发生什么事情 你有印象吗 哦 我还记得有像参与 那个油 那个油 油 油 像在拜票 哇 真的哦 就是整个冰冻都在做 很公平 还有办法 哇 十五年前 小桥的你那年 二十一桥而已 差不多 那你刚才做冰冻啊 没有 因为一会儿我再讨厕 我再讨厕 讨厕 那你讨厕 应该是 我刚才说你三十六岁 但是你 在荆车 很大 可能在娘胎 就已经在荆车 出了 好可怜 可能就都对妈妈 爸爸都在荆车 到三岗 所以你 整荆车 超过三十六岁 我才能整个闻 闻 闻 这不必欠喜对吧 在这世童也是在到我们今年的百大青农 爸爸当年在到神农奖的时候 都在游家 就要请人家 这么多年后 有什么朋友也来整荆车 可以在到台湾的百大青农 这也算大事 是阿弥陛 我还差很多 因为那是 一年比较十十的人而已 我这一年 算差不多一百 所以我还有打拼的空间 整荆车 整到神农奖 你会记得大家知道 那种团队的原因是什么吗 我爸爸的到神农奖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 他没有用农奥 因为我 差不多 我很小时 国家开始 到这工作的时候 我印象中 没有看过用农奥 在那个时候 人家说 我没有用农奥 人家说 你在碰笑 他说 我有在买金奥 你当时我卖 你清菜公公的 但是 我爸爸就是 他在研究 因为 说这个 不介意农奥 农奥 在担 第一个 我们在买的 人就第一个 吸收了 所以 他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他 花多久的时间 不过 他就自己 找到一套方法 来对付 这个 白糖海 还不用用农奥 那个时候 这个技术 在 我们台湾 从金奥 上官的研究 的机关 台湾 金奥研究所 他们的工夫 也没那么厉害 所以 他们的 台湾爸爸 请教 快点放一刷 工夫出来 不然 我说 没有啦 这是我的 闭关 闭关啦 所以 不少啦 不过 他们那个研究所 真的 也是感觉 他很厉害 像这个 可能 他们的研究 的过程当中 刚才用这个 农奥 我才能控制 不过我们爸爸 他 竟然有 自己的方法 不用农奥 他可以来 对付 这个 白糖海 他可以 找出这个方法 现在也是 很配合 因为 以前的 主案 他可以 自己像 这个 类似 土法炼钢 看到什么 东西 拿起来 我们对 这个 白糖海 有效 不是 七一项 东西 有效 可能 要 整个 合作 会 有效 他 不知道 经过 多久的时间 去 去 试炼 今天 人家 出出这个方法 感觉 他也是 真的 有他 中 的 概度 的 困点 他就是 有很厉害 是 而且 你说 他这样 自己要花 那么多时间 研究 我说 他一定有一个 秘密的 研究 秘密之地 你做孩子 敢没看过 他当初 有一个 想法 我过去 不要整 我来买油 好 他 大地厨 开一间 房间 想要 买油 来 计划 后面 发展 不太简单 因为 你买 農友 你有一个 政府的 法律 开庭 所以 不太简单 想要 不不的 有大放棄 我 想 说 也是 你很好奇 你爸爸 是神龙奖 这个 你来接 爸爸的 事业 你 自虽然 自虽然 就对你 正 但是 你真的 现在 完全 接手 这几年 完全接下来 你 压力 在哪 想说 爸爸 的 生命 也是 必须 一个 神龙奖 在那 对 因为 人家在看 就是 你爸爸 对 神龙奖 然后 人家在看 你 老狗 完不出 辛巴 是 要看 你 如果 你 如果 为人 说 你 变变 没什么 你就 教你爸爸的 而已 不成功 就 控制 真的 有时候 要突破 是很困难 因为 手朽 我们有一个 基本盘 我们 挑战 新的 东西 我们 说真的 我们 吃 更困难 因为 像 有时候 东西 又是 微观的 像 我们 黄叶病的问题 对 黄叶病就是 现在的技术 很多东西 用菌 它是困难 我们就用困难 来对付它 但是 用困难 我们看不到 我们没法 一开始 像 用农药 糖 在那一盏 就死掉了 我们看 人家这 没睡 有效 没有效 真的有效 还是 没有效 我们用来 我们没法 一开始 知道 不过 像我 接触 对我的病 它就是要生困难 所以 我现在就有用 这个病 的东西 开始在 吃 看看 像 吃 起来 对 金蟑融 这个生涯 是 很有 依赖 来生的 嗯 嗯 嗯 你现在 金蟑融的 这个小小小来说 我们先来看 其实你 幽肌的 你就不是 掘给 大盘伞 那种的 不是不是 我掘给 我一定 不赢 想 我有算过 白白用 背后 你同样的 我算过 他要花一块 我花四块 哦 所以 他现在 下背 不要说 我们在管理的 工 我刚才下背 本次 我就跟人家 差做多钱 嗯 所以 像我以前 也有 不转做 幽肌 之前 我也有 买 幽肌 其实 这个买专 幽肌 也是 一个大原因 因为 买幽肌 的时候 买金蟑融 看皮 不是看肉 你皮 你就是 做 漂亮的 你皮 就是做 白 嗯 不是看 你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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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当初 买 做这个 拼摆 的 原因 这个是我 最大 不平的 店 有什么 装了 好吃 你又 不好 够了 啊 追求的 目标 就是在那儿而已 我们没办法 让我们的技术 进步 我们没办法 含人比 因为 白白 做金蟑 大家看 这个 水败而已 水败 其实 如果是 有农药 在控制 没 很困难 嗯 哦 还是 好 白白吃 这个 开始 有 工夫的 所在 这 我们台湾的 龙三片 都 遇到这个问题 消费者 都只要买皮 没买肉 是啊 都是 有水吗 哎 啊 现在 就问 有点 是 我们的 神龙教 这就是你的 拼白 是 但是 爸爸 在到神龙教 的时候 他都没有想到 可以 自己 創立 一个拼白 是在你这 你这想到 有 当初 創立 到神龙教 的时候 他有 想要做一个拼白 不过 那个拼白 有点爽 那个叫做 香脏白 那个时候 我们做的方法 就是 做上人 是 一屁 做一张嘛 我们是 一屁 做两张 哦 做立架变 这样 所以就 想说 很简单 叫做 香脏白 是不是 当中 像人 金头金 红 我想说 来一个 香脏白 哎 一般 我都 一屁 装一张 是怎么 你装两张 那个优势 是什么 好处是什么 那个时候 我们爸爸想的 因为是 想本质 像 一张 金头 要一支条 我两张 金头 才用一支条 我就想本质 想在这里 哦 爸爸的努力 真特别 其实他是 为生钱 来出门 也 不要说 什么 我对 这个 环境 啊 外 太 太长远的 理想 不要想 那些 想来 想看 出路 是这样是吧 对啦 你要是 减成本 就是 贪钱 因为你 你收一块 不是你贪一块 我减一块 是 就真的贪一块 是 那后来 神龙胶 建设的 这个 建设的 这个品牌 新龙 这个品牌 看到这个名字 是在 我们做 有机 任正 因为有机 任正 我们就是 没有买 板凶 我们就 自己在找 通路 一开始 人生 我还不知道 要去买 所以我 去 电话 去看看 有机店 来看电话 去买 想说 这样 没办法 那个时候 因为 我们 阿姑 一直都回上班 他就都说 台北有一个 希望广场 那些都会买 农产品 很多人来去 我们第一 就 说 不想 不想 我说 大家看看 我们 我们带 一百 像 金车 去台北 是 很多 一百 很公共 对啊 开 卡车 送 我们叫 慧雯 就去那里 去那里 打 所以我们 会打 很多人 你让我看 整大都是 人 就是 在那里 食材 到现在 我主要的 通路 就是 现在 棉花田 我在那里 买金车 时 食材 他的 经理 就是 因为 那个时候 开始 我才知道 我 我金车 会买 去 不 说 我们 一回 市场 尤其 金车 出来 我不知道 会买 什么 所以 我和 现在 通路 关系 很好 因为 我们 合作 很久 也很 感谢 他 在 我们 最 不知道 会买 什么 他来 帮我 接受 我们 今天 这部 中 奉猛的是 全港 为 屏東 坐火车 还 搬 高铁 来到 台北 教育 电台 是奉猛的 李士童 李小 他说他没当年 没有童年 因为 自小 就对爸爸 都要 经常去 金车 要 到 普通 要 到 三 是吧 是 这样 这种 没有童年的 他继续 是怎样 在你求学 台下 都比较 作品 结束 不快 逃离开 不快 就是 想要去 找 有快乐 自己 有幸福 结果 也是 算得 做 金车 这个 行业 其实我在小时的时候 那时的时候 你如果没想到 去逛 是用功的 哇 像你如果 早上 睡得晚 就 那些 配图 那些 真的 你就是 比 前方 你一定要 去 导致 工作 不过 我就在 这个 为 小时 开始 赏 分年 我的工夫 一步 一步 为 没有 软意 去 这个 逛 比 我的 几乃 我大人 房子 到三天 我还是 靠北部 探紧 我大人 我还是 要 逛 我 一个 结林 所以 因为 无关 去 因为 我是 结林 到现在 是 因为 我有幸福 这个 心态 改变 不一样 真的 有幸福 就是 因为我爸爸 到神龙奖 以后 我到神龙奖 最基本 我的香酒 就叫神龙奖 的香酒 与人 有一个区别性 这样 我要来做 拼白 要做什么 有那么简单 像 我们最简单的 我们要用 青菜 你不管看到 一支 它有它的牌子 有什么 金椒 不能为它有 牌子 所以我 一直在想 我们的金椒 与人 不一样 我们要做 一些不一样的工作 不然我们 隔壁 把人付出 那么多 不然 跟人相同 这是 不容易 公平的 一个 道路 所以 有缘 爸爸 到神龙奖 以后 慢慢 搞 做 有机 我想 对了 做 拼白 因为我 台课 我的时候 我是打 国贸 国贸 就是有一个 课 叫做 行销学 行销学 就是没什么 就是 对拼白 这个观念 我就 很坚持 就是 算 人的名字 出去的人 知道我 理事长 还是 你是大名 所以 就是 用这个名字 代替我的産品 我是 买我的産品 你不用 知道我的理事长 你知道我 神龙奖 就好了 所以 我 现在 正经 就是 用 用算的 我不是在正经 用算的 玩乐的性质哦 因为 白糖海 以外 我们要算 配料 因为配料 可以改善 你的品质 改善 你的参与 你要是 让你的品牌 有法度 在这个市场 一定有一个 追准 你 对这个 管理 一定要 更进步 所以 用这个 配料 我们要改善 我们的品质 所以 这是我现在 算 还算 白糖海 这个 让我 做工会 最大的 差别的所在 不说 我像 那些 工厅 整年 都是在 循环 就对了 你说的生产线 对 就是 SOP 不一样 我 他 设不一样的 东西 不一样的 平台 风地 所以 我感觉 这个 需要 很好 宣传 有 有机的,不管是有机的,还是化学的, 渐渐这个产品也很多, 我们就找我们可以用的东西, 来来来吃, 看这个虽然有的东西很贵, 但它对我们的东西影响太大, 我们其实可以用, 少少的不好我们也没有, 对啊, 我看过你受奉门的时候, 我说过你感觉金椒因为不是什么热门水果, 尤其它也不好保存, 所以你会感觉爸爸真的辛苦, 这个金椒的经营, 所以你自己慢慢慢慢, 也要想很多板块来倒三天, 我在想金椒如果不是热门水果这句话, 以前说会通, 但我也说不通, 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 一句话, 有时候看一个人油头跟蜜蜜就说, 你需要吃金椒, 为什么呢, 因为香蕉是快乐的水果, 金椒是一种会让你快乐的水果, 要吃金椒粉, 那是蜜蜜啊, 因为真的是金椒粉有抗忧郁的成分, 真的哦, 所以是要吃金椒粉好吗, 你这样快来开发, 快来开发, 金椒粉那大部分, 你还不是小伙的, 怕有農油, 对啊, 所以你的神龙焦, 有另外一个通路就是, 专门买金椒粉, 没有啦, 没有啦, 就是人家买油脊的东西, 有的人, 像我们爸爸有时候表演, 我们练皮做的吃, 我是没这样吃的, 你不要吃过, 好吃吗, 没吃过, 吃看看啦, 好, 我也想要吃看看, 记忍油脊的, 可以, 可以, 可以哦, 对啊, 原来这个金椒粉, 是真正是有抗忧郁的成效, 那如果说油脊油脊是这个油脊栽种的方式, 那还比较适合啊, 我在在宜蘭听这个油脊耕种的笑容, 在在说, 那个福尚蕾还要吃金椒粉呢, 但是我跟你说, 连冬府都想说, 不要让金椒贵贵了, 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 吃金椒了来等皮啊, 对啊, 哪有可能来厨豪福尚蕾给他吃金椒粉, 还是我还是开发鸡钢的时钟, 是可以, 因为我鸡钢的时钟, 我会皮就变成本色嘛, 不好的, 这也还是鸡钢的时钟, 对啊, 还是我们店的能够合作啦, 嗯, 你是说要跟小农合作是吗? 他需要金椒皮, 我这不好的东西, 可能会不会吃啊, 千万千万, 你现在金椒皮, 尤其是油脊的, 金椒皮真好用啊, 你刚才说的, 香蕉是快乐的水果, 不对, 香蕉皮是快乐的水果, 你一定要实践几个月, 嗯, 真的有, 差不多在一个星期前, 一间公司, 他们在开发这个保健产品的, 就是为什么用金椒皮去萃取这个成分出来, 不过他们去市面上, 买金椒因为有農油的部分, 所以他们又怎么做, 里面也是一定有卡在農油里面, 他们这个东西要外销到比较, 他们就是因为这个農油给他们打钱, 所以他们没法在网络上有金椒, 金椒就找到我这儿来, 到我买金椒回去吃饭了, 不过他们现在还买到我回销时来, 他们就在这个吃饭的中间, 我是不知道他们用这个金椒来, 他们要拿人的这个东西, 成分才有那么多, 还是那么少, 他这个做油脊, 还不错的话, 其实这都是有一个合作的空间, 像我还是做加工, 我的皮革并没有效的, 像他说你到我金椒买回去, 我说你的肉怎么处理, 他说给他叫人来偷吃车, 所以可能他要做很多, 他不知道他要做很多高山, 来这家金椒, 没什么样子, 真正是, 怎么可以这样浪费, 我都觉得这样听到很多商机, 很有机会, 不过说最实在, 你自己感觉, 整个金椒的, 台湾的金椒三角, 你感觉是希望较大, 还是你的烦恼较多, 其实我烦恼较多, 我其实我有在台北, 全工, 我都在台北买的外国金椒来吃, 我说, 这个品质还OK, 差不多有60分的水准, 我那边, 里面有一个母医生, 母医生含一个, 开餐厅, 老闆是有食材, 他就邀请我去, 他在餐厅吃饭, 他餐厅是, 这个丹佳, 他开餐厅, 是算巴菲, 吃到饭, 他里面就说, 因为他的, 他的买那个, 旺文洋香瓜, 他的洋香瓜, 一个买算万的, 日币, 九万, 对, 十万, 他就是买那种, 最贵的水格, 品质最好的, 他在那里, 有买台湾的金椒, 我才看, 那条金椒买台湾, 七十二块, 他买七百二, 我也感觉没太少了, 他今年买七十二块, 我在那时就, 说这个, 稍微烦恼, 因为, 以前我听到, 还是有日本的人来说, 我有听到最好算的, 他小时, 他都嫌他拍杯, 他拍杯妈妈才会买金椒, 买台湾的金椒来吃, 所以那时, 我们台湾的金椒, 那些金椒买台湾, 那些金椒买台湾, 日本人对我们有信心, 用很好的介绍, 对我们买, 现在, 日本最贵的金椒, 一条达七十二块, 所以, 我感觉, 我们台湾这个金椒, 在日本, 这个接受, 他的名字, 也没讲得好, 有什么没那么好, 有什么我们的数量, 所以,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台湾很多的东西, 今天, 我们可以数多国, 我们本的市场, 我们去拿去, 我们现在的市场, 没有到日本的百分之一, 对, 我看多少, 嗯, 就像刚才在说, 对金椒的産业, 有你的烦恼的这部分, 事实上, 政府现在, 像你中的百大清浪, 这表示, 政府这方面, 是不是有那么多传奇, 你的需要是什么, 应该能帮忙到什么, 其实, 应该说, 无钱万万不能, 哦, 因为, 你基本上, 你想基本, 你买这东西, 就一定要钱, 你的设备, 像我金椒, 我现在最大的资本, 用在那个阿公, 就是防风支柱啦, 他以前玩那种鸡子, 不过这几年, 那个鸡子的品质, 就不好, 以前一支鸡子, 有可能要用三年, 现在一支鸡子, 我说差不多三个月, 还有大家要买农机, 农机其实, 什么都是, 都是钱啦, 对啊, 都是钱啦, 第二, 那个勒工啦, 哦, 缺工的部分哦, 因为像, 农压的管车, 他要买到, 做压做的工, 困难, 你买的大本, 是最无头劳的, 像我爸爸以前, 都是那个, 什么, 就业辅导站, 那个介绍来, 他说, 你看到他, 你就知道, 他可能没得到做了, 所以, 买工是这个, 很大的问题, 我们学买工的问题, 我买工, 我买工, 我买工后, 我买工, 我买工, 全部都买工, 哦, 我买工后, 他一天要买工, 嗯哼, 我喜欢买工这点, 因为我们别人都在台湾, 你买工后, 很简单, 因为我们有机的队墓也不太大, 你差不多知道, 怎么管理, 做一个一个, 你可以买工, 所以, 这是, 我对工, 可是买工, 我对工, 其实, 这点是我很烦恼的, 嗯, 所以到现在可能, 都没好救工, 因为, 今天很厉害的工, 他在忙想自己做, 他就想自己买工, 看买工, 买工后, 是薪水嘛, 嗯哼, 政府其实, 说真的, 他也是要保护我们的农民, 我们, 有没有工作的人, 他可以来, 专行, 来做农业, 不过, 说真的, 一直, 你没有危险在, 分远在那个, 环境中, 买工是, 很困难的, 嗯哼, 我觉得可能会可以, 请一些, 外籍的, 因为外籍的, 说真的, 他台湾的工夫很好, 他买工, 怎么会买工, 他买工是要回到他的国家, 他的薪水也不太多, 嗯哼, 他也不可能在那里, 附一个, 同样的, 附一边, 比较困难, 嗯哼, 嗯哼, 谢谢师童, 希望大家都能做会进步啦, 是, 啊, 最后给我们補一下, 要怎么吃到你的有机香蕉, 神龙蕉, 在哪里买得到, 我的金蕉大部分都买在, 有机通路, 棉花田的超市, 嗯哼, 他们整年都是, 做我的金蕉, 对于我那么少, 他可能会进步分, 白人的金蕉, 因为, 我的金蕉, 卡丝还不够啦, 所以有时候, 有的量会那么少, 所以, 这些大家不要去建议, 啊, 也有部分, 会不会到理人的通路, 所以, 你如果去通路, 你可以注意看, 你要看, 有什么神龙蕉, 还是神龙蕉, 有机农场, 那就是我们的金蕉, 是, 我请你到我们, 祝你到我们一起了, 谢谢师童, 今天来教育电台, 青龙四季, 感谢你, 谢谢他, 谢谢, 小市集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安娜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 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你听过绿冰箱这个平台吗? 顾名思义, 绿冰箱, 它就是连结了友善生产, 推动友善消费, 也不忘提升大家美好的买菜体验, 不管是透过电脑或平板, 手机, 上网选菜单, 轻轻松松就可以在网路上买菜, 它们每周都会退出绿菜单, 除了这个绿菜单的订购之外, 还有另一个选择方式是宅配绿箱子, 是集合了在地优质蔬果, 水产, 肉品等优良食物, 再经由宅集便配送到家里, 不用运费, 也不用订购的门槛, 轻轻松松可以选购自然健康的好食材,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输入关键字, 绿冰箱, 不管是订购的网站或者是FB, 都可以看到最当季扭席的农产好物, 也都有实体照片哦, 保证让你一不小心就会流口水, 肚子咕噜咕噜叫, 不幸的话, 大米随便挑本周绿菜单的内容念给你听, 像有机安全蔬菜方面, 有山菠菜, 小松菜, 这都是来自伊和林有机农场, 另外像是阿木博绿色保育农场, 也有绿宝红萝卜, 陈伦宝有机农场也提供了有机栗子地瓜, 再来还有有机木瓜, 泥山雪梨, 杂粮农产加工方面就更多了, 港式萝卜糕, 手工姜木糖, 还有个很特别的叫做黑暗部落碳培金针, 天然龙艳蜜, 纯黑芝麻粉, 手工盐露豆腐, 有机生豆皮, 天然瀑布籽, 白里透红剥皮辣椒, 肉片的部分也很多, 小里鸡肉条, 梅花肉不片, 香肩嫩猪排, 自然放木汉堡牛肉, 珍珠嫩鸡去骨鸡腿, 还有安全履地的水产, 仙动野生打白昌, 很劳傲的仙动马头鱼, 虱目鱼丸, 鸡龙仙动透抽, 无刺虱目鱼肚, 冷冻调理食品也很多, 咖喱鸡丁供宝鸡丁三飞鸡, 花莲手工鲜肉滚炖, 招牌鲜肉包, 台湾9号翠玉毛豆, 是不是越听越饿了呢, 唉, 好险, 刚好也要6点了, 晚餐时间, 祝大家都能好好享用美好的食物, 别忘了, 谢谢农夫, 谢谢厨师哦, 想听更多农村故事, 到脸书FB专页找米米之音, 倒米的米, 米米之音就可以听到咯, 下礼拜一傍晚5点20分, 空中见, 拜拜。